民主党目前是坐三望四 那么在这个抢五的部分呢 目前恐怕是暂时没有希望 在这个澎湖的国民党的王先发 已经之前宣布当选 第一时间来进他的这个竞选总部 向前行 澎湖还有很长的日 需要所有的乡亲 大家携手 共同慢进 我想整个选举的一个结果 让我更加的相信 只有融入各种不同的蓬佛建设的思维 才能够让这个第七的人民 更加的团结 更加的活动 千文万语 感谢我们 管大的乡亲 参考的是在离岛 这个澎湖的国民党所提名的 往前发自行宣布当选 不过当然 双方的票数目前非常的接近 那么最后的这个计票的票数 还有当选名单 还是必须要以中选会公告为准